6月28日, 今天有一個黑色暴雨警告 星期一的鱷魚淡 昨晚睡得很冷餐 因為龐陀大雨, 雨點打到窗戶裡 就啪啪啪啪 今早也出現了黑色暴雨警告 搞到附近有山泥傾舍、水浸街 各方面的事情 可憐很多香港人 八點多的時候還要在紅色暴雨 就已經瘦瘦臨, 換衣服, 咬著雞尾包 衝出門口要上班 走到一半, 老母親就突然改黑色暴雨 天文台, 你們這些傻子有沒有同理心 早半個小時出黑色暴雨警告 可以不可以的, 吵你的腦子 搞到大家濕到, 吵你的 跌到魚塘裡的小雞 吵你, 回到家裡又不肯 但是, 繼續上班, 虧給老闆 那怎樣呢? 最多就吵你, 老母親都失了身 又再吵你, 老母親在巴士裡 走兩個站, 回到車 然後就回到家裡 繼續吵你, 換完乾衣服 睡了, 老母親在他兩小時 真的沒有人, 你們這些傻子 真是以玩香港人為樂 當然, 昨晚除了大雨, 大雨交加 搞到我睡不睡覺之外 當然也有很多 你有沒有擔心我的老友記 關心我的海外的朋友 加拿大的親戚老友 每個都WhatsApp來 問我鱷魚 究竟你什麼時候回加拿大 是不是跑了 我昨天不小心在Facebook裡出一張圖 拍了在下午7點多鐘 香港國際機場 每個湧溝著去 屌你老美一下回英國的 那個奔虛的場面 每個都以為我回去 殊不知我沒有回去之後 跟著有個消息 令到很多老友記 心都涼涼了一折 當然是一個蘋果日報 英文版的主管盧峰 也叫馮偉江先生 昨天也打算搭晚上的飛機 去英國裡面 不知道他去英國是定居 去旅行 還是暫時離開一下散一下心 看到蘋果日報都撿了一顆 玩了 搞了 當他在機場的時候 就被管制人員 停一停 休息一休息 等等 然後跟著警察就離高度 以這個勾結外國勢力 懷疑他 來拘捕了他 還要押戒他回沙田的住所 屋裡進行這個守屋 到目前為止 暫時未聽到他 他有這個保釋的情況出來 好像李平這樣 我希望他遲些都可以 希望可以大捕南哥 可以順利拿到保釋 就可以回家了 當然我覺得 香港政府 港共政府 中共什麼事都好 美國安局也好 什麼事都好 根本就是多鞠魚 說真的 老老叉叉 你不敢說 盧峰是這個馮偉剛 我真是勾知他是誰 只有資深的讀者 才知道他在1997年開始 曾經也是幫這個蘋果日報 寫過這個社評 當然 除了一個忠實的蘋果日報的人 還要是喜歡關於 我相信這些政治、社會 這些情況 這些讀者 才聽過盧峰是誰 否則 他根本的影響力有多大 我都有一個黑人文號 在這裏 這樣的情況 又未知有任何 proof 證明他勾結外國勢力 但是 當他要離開香港的時候 就把他 就把他 就不讓他走 當然這件事 就搞得明 以這個國安法挽勾他 蘋果倒閉之前 又搜過這個 將軍路基地 兩次 為什麼那時候 又不讓 抓勾這個 馮偉剛先生 是要 等他 要離開香港的時候 才搞勾他 當然有萬能無敵 key 這個國安法 你叫雞 又可以抓勾你 你在賣菜 又可以抓勾你 你在飛機上 當然也可以踏你回來 嚇人 最重要 我有理由相信 這件事 就擺報名 根據劇本來寫 就要把這個盧峰 你以為你走嗎 我雖遠必豬 你抓回來 走 走不撓 你來不撓開我們的 你老母 花過山的 五指 如來佛祖的 手指拿 你飛不撓出我的 你老母 花童裡面 你想走 下一世 明顯是 將這個訊息 鬆了出來 等當然 一眾香港人 你個個 現在已經嚇到 鼻孔都沒有肉 還有你老母 春代 縮到龍眼 多個 當然是 牙關斗陣 在想 就算要移民海外 這輩子 都不想回來香港 在那程車 你老母 搭這個的士 也好 Uber 去赤立國的時候 經過這個青馬大橋 心就在那裡 你那個黑B 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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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跟著你老母 你在機場裡走個圈的時候 個個都看著你 你一入閘的時候 抓還是不抓 抓還是不抓 打這個心理戰 打這個經律戰 當然 以 fear 來嚇救你的時候 就算你走 脫脫脫 上飛機之前 你分分鐘都有機會 會心臟病 當然 也遞出一個信息 就是 你老母 有些人 只要你不走 你一走 我就會抓救你 究竟這個奴峰 會不會出事呢 我就會相信 這一段都是玩他 居多 以國安法 不能玩 可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算將來 定不了罪入口 但是他已經是 你老母 出不了這個境內 遲不抓 早不抓 等你走之足 當然有一個政治信息 交給全世界 你沒有想以為 你們弄完 走完 就這樣安心 啪啪 就走到 未必那麼容易 所以這個手段 我想相信 都嚇了不少香港 一些不少的人 當然 同時之間 盧峰先生 被人抓了之餘 另一個本地的網媒 我認為 是這個 繼《蘋果日報》之後 這一座的大山 被人動過了 很明顯 就很快 會成眾矢之的 一眾藍絲 和這個 政府會打擊的 重點 這個情況 當然是這個 《立場新聞》 《立場新聞》 昨晚亦都 漏夜發出的通告 以這個 文字玉 已經降臨香港 一早來 你老母 去年7月 一路已經到 文字玉 降臨香港之下 為了要保障 所有的支持者 作者 採編人員 決定要將 今年5月 或之前的 這些博客文章 轉載文章 讀者投稿 和一些評論文章 全部都要落架 但當然 要經過 之後 再跟這些 作者 再談談 有沒有一個concent 看看他願不願意 承擔這個 風險的 意願 同時之間 他們要決定 將所有之前的事 備份好 然後跟著 問清楚 他想不想 這一篇文章 繼續 繼續出回來 如果他繼續出回來 就會重新再上載 安排過 一段的情況之下 再更新 回到互聯網 裡面 同時之間 他也將這些員工 跟我們聊天 原來在5月之前 有些 較早 這些人 剛剛入職沒有多久 還有在5月左右 入職 已經是半年 即入職 不夠半年 全部跟他談 立刻 終止合約 跟著簽個條新約 再有些好的補償 簽新約 也是 給舊約 更加好的福利 人工 解約 賠償 再請回 找他們 重新再請他們 不過在目前為止 立場新聞 已經決定了 要將所有這些 讀者給的這些課金 月費 sponsor 各方面的東西 全部就是停勾了 不能再接受了 可能預計了 就有機會 好像一部蘋果 那樣後塵 一個不能夠 還給了國安法 被人凍結的戶口 讀者裡面 支持他們的這些金錢 sponsor 各方面的東西 這些錢就被人凍結了 就得物無所用 既然是這樣 他們就呼籲 不如各位讀者 將這些有心人 希望可以 奪取出來的錢 支持其他 即是獨立自由記者 獨立媒體 獨立團體 讓他們可以繼續發光發熱 而這樣的從事 也有一個訊號 告訴大家 我老婆個人相信 如果你不再接受 任何這些會費 月費 課金 奪取 其實 立場新聞 其實只剩下 大概九個月 這些營運 這些資金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有理由相信 根本 立場新聞 也離開這個 接賣 或者不會再繼續 在香港做廣播 轉載媒 網媒 這件事就很明顯 換句話說 他應該是 進入了倒數階段 都算了 現在有些錢 不要說我中飽私囊 籌引完期之後 我把錢都接下 用完 就解散 拜拜 沒有交替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也因為 其他的廣告 也不想多 所以在這方面 不會捱得太久 大概是九至十個月左右 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都知道 他們的意向已決 更加其他 他有六個董事 包括余家輝 周達志 何韻詩 吳凱然 吳凱怡 方敏昌 和煉月真 全部都是 經過決定了之後 也退出董事局 只剩下蔡東豪 和中沛權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問我 老惡機 不怕你MIHK 會不會繼續下去呢 老實說 我就覺得 基本法是有賦予我們香港人 有報導新聞的自由 也有言論的自由 在去年7月1號的 《國安法》成立之後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有什麼狠狠的東西 就是最狠狠的 當然是以一個勾結外國勢力為名 但是 我從個人的立場來看 就算你自己很狠小心 觀自兩個口 整個國家機器 你亦都可以被騙得多 兩個做法 要不就不能說 要不就是騙你老母 及早離場 及時歸去 不能玩 OK 不能說 你就轉了形去做其他事情 紫談風花雪月 是吧 不做立場新聞 變成了可能會做寬場新聞 這樣的情況 但是繼續要說 要不就是騙你老母 某一些的題目 我都盡量會少談 你現在見到我的 主要都是針對這個 全家產的特區政府 倒行逆施 那些狗官亂說 他們亂說 他們亂說 你老母 這個全家產 比卡超 你老母 自讀課程 野雞大學 現在大學排到八百多以下 你老母 都可以 押到學位回來 都不知道你哪些論文 怎樣寫 是不是叫肩膀有花以上 全部進來幫我寫 都未可知 是不是 都可以做這個政務司長 那這些我就吵咬你 亂來 這些我一定會抨擊 大力吵咬你這個 香港政府 但是老老實實 除非你中國裏面 爆了一些很搞笑的 這些題目 說真的 你有條國安法 你既然是這樣說 我繼續要開聲 你聽的 你老母這些題目 我可能會選少一點 少一點說 習主席的老母 就盡量不要拿出來 吵你老母 和各位觀眾見面 是吧 分分鐘我吵你老母 朝野殺身之禍 是不是這樣說 習主席射不射精 那這些事情 我就不會關心他 因為他一定有很多 的御醫會理他 又是說少一點 在這樣的情況 但是如果你告訴我 既然已經知能到 一個類似的情況 但在未出現任何的情況 就已經是打退堂股 自己還未做一些 的 當然在自由社會 吵你老母 的這個情況之下 你有權做任何的事情 但是吵你老母 還未打到來 陣腳就亂了 我就覺得 有點那個崩周了 那好吧 現在記協當然 就是吵你老母 支持立場新聞 說明香港有這個 基本法 有一個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這樣去搞 是進一步收集我們的言論空間 不用你說 大家都知道 他有他收集 但我老惡都是記住 要說這件事 各位老友記 如果你要維護香港的言論自由 和出版自由 你只有兩件事可以做 你就要繼續 吵你老母 continue to speak and continue to publish 否則 吵你老母 你不能繼續說真話 你不能繼續 把這個問題 吵你老母 赤裸裸裸 踢裸裸出來 縮過去 又或者你吵你老母 不能繼續吵你老母 再繼續出版 基本上 新聞自由 和出版自由 言論自由 只會越來越 小孩子玩奔舟 越玩越小兜 那你老母 如果大家都是用這個心態去做 吵你老母 香港又怎會再有一些真相 暴露了 吵你老母 給香港的市民指引得到 但當然 宣度 就不等於殉度 但當然在這個中間裏面 各位的新聞從業員 亦都是憑著良心 良知 繼續要把這個真相 趕出來給別人知道 但當然 風險就一定會承受在這裏 如果你不敢承受 就不如離場 這個就是現在的遊戲規則 當然 吵你老母 現在這個國安法 搞了出來 蘋果已經是一個例子 大家已經有一個 Benchmark 知道怎樣去搞 不要搞到主筆 不要搞到 吵你老母的戶口 不要連累到員工 吵你老母 大家要去聰明 好了 好了 田飛龍也是說得到明 在目前的情況下 香港式的言論自由 和新聞自由 就有了一個 暫身的起點 當然 這條石頭 現在就很希望 我們好像澳門化 或者新加坡化 指談風月 不談政治 報憂 報喜 不報憂 隔著那個 渣吵你老母 好像Publish 這些人 採他都四婆 你你託 總之我不敢搞你 中國共產黨 或者我不敢吵你 或者不敢邀請 習近平媽媽出來見人 在這個情況下 香港政府 我們香港人 就有理由 吵你老母 還有我們基本法 賦予的權利 吵你老母 臭我 吵你老母 河水不犯井水 你不肯想我搞你 你也沒有搞我們 批評這個 這個混蛋的 香港政府 當然 現在以蔡東豪為首 這個 立場新聞 你說他是不是蛇龜 怕死 見仁見智 但他有這些 提示 亦都顯示 他已經有離場的 這個決心 我就不肯去批評你 但是 說真的 你以為這樣用 就吵你老母 把文章下架 重新再上去 是好 我老樂 就吵你了 瞄咎你 因為第一 你已經見得到 根本 中國共產黨 是不會放過你 是吧 你出了街 你猜你那篇文章 你自己落了假 就吵你老母 你會去大平城勢 安享天然 吵你老母 大步 走開 沒有可能的事 要搞你就自然會搞咎你 吵你 是事禍多不過 一吵 吵你會辣 吵 一吵 怕都沒有用 你現在把舊的文章 博客文章 評論文章 全部落了假 其實你就有幫忙 把這些過往的歷史 全部抹走 為甚麼呢 當時的時勢 這篇文章 寫了出來 亦都有很多網民 小粉紅 五毛 香港有心人 在下面留下很多 這些留言 當時亦都在這個事件裏面 大家對這件事件的 一些看法 口迫 記下了一些事項 這些記錄 現在落了假 就是當時的人 在當時的時刻 對這件事件的看法 全部分 就是吵你老母 判斷了 判斷了 我覺得在香港文化歷史方面 是造成一個非常大的 吵你老母的打擊 亦都設定了一個 壞的影響 假設現在所有的媒體 將它全部 在吵你老母 2019年到現在 所有的這些文章 吵你老母 全部判斷了 你就變相協助了 中共 做這個 逢書慳語的 吵你老母 這個做法 香港很多的紀錄 香港很多的市民 對當時的一些看法 全部判斷了 變相幫這個極權暴政 判斷了 當時事態記錄的一些歷史 那你說是不是 你老母 失多過得呢 是不是這樣說 那好了 現在這個 立場新聞 又不夠做 既然它也不夠做 其他一些媒體又怎樣去看法呢 那是很大的可能性 一就是收爹 二就是轉型 三就是改立場 四就是 把所有的東西 說到本話口中的留半句 不能說到那麼盡 這個風氣 對香港的媒體業 又有多大的壞影響 所以 立即來到 你帶頭做這些 換句話 換句話說 對香港的這些媒體 亦都帶來一個非常之嚴重的 一個 Bad Influence 那我的看法就是 亦都是很妙嬌 他們這樣的做法 根本就是配合了中共的劇本 是吧 配合中共的劇本 他就是 希望你那些傻子收爹 Shut up 還有不要說那麼多 你既然 你那些傻子 還沒燒到你 就你那些傻子 就是收傻了皮 那傻子搞法 其他的人 又會跟著 你那些寒蟬效應 根本就不會繼續再發聲 那麼好了 有一件事就很奇怪 這個蔡東豪主理 這些傻子的媒體 在大時代之下 大事件之後 自然他就不會做 2014年 他接觸了這個主場新聞 想不到在這個 《蘋果日報》被人搞完之後 他就自動開始 玩自閹計劃 那是不是事態有巧合 或者他老人家 根本就是有這樣的practice 我就真是未可知了 但是立場新聞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自己 以這個好好保護自己 但是自己就已經是馬上退下離場 是吧 就是很明顯 也都會對這個行業 帶來很多這些不想好的影響 我個人認為來看 這次是一個不太好的做法 但是沒有辦法 自由市場 就自然有人 就會用這種方法 做他自己所做的事 也都無可口非 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老惡的看法 覺得這件事是負面 和暗咎 你以為撿回身材嗎 但是你撂你了 保護不想到自己之餘 也都念到整個業界 就撂你了 帶頭跟著這種方向去 對香港不會是一件好事 你看一下 那些藍絲已經將香港全部的媒體 不是定性為黃 就是黑 所以搞任何的媒體 你都沒有辦法會漂白 因為一早人家就是 敵我矛盾成立 定性了你是對家 就不會脫掉了 要不就是不肯好做 要做就用心做好它 維持自己的良心 將真相道出來 像是正路 MIHKTV的觀眾大家好 2021年度的營運基金眾籌計劃 已經開始了 今年我們希望 可以達到40萬的目標 去支持我們2021年的公司營運 希望各位可以鼎力支持MIHKTV 讓我們可以繼續為大家發聲 和製作更高質素的節目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們 都可以用以下幾種方法 各位可以銀行入數到匯豐銀行 恆生銀行和工商銀行 可以PayPal去我們的公司戶口 亦可以PayMe或者轉數快 如果你是加拿大的觀眾 海外的觀眾 都可以選用這個方法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打來39558673 或者WhatsApp我們 希望各位繼續支持MIHKTV 看完這麼精彩的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支持我們的 獨立網媒 讓我們有能力 將知識和真相報道給大家 麻煩各位可以數一下以下 PayMe或者轉數快 幫我們繼續撐下去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